七八月份的同一发票已经开奖了 为了奖励这个发票五指化呢 财政部加开了两千组两千元 要专门给存在悠悠卡 iCash等电子载具的发票 要记得去iPhone刷卡 看看有没有中奖 另外呢 其实如果你用现金付款 也可以存电子发票 但是呢 要申请专属的条码列印出来 贴在随身物品上 那么结账的时候呢 逼一下就能够把发票存起来 橘色彩球滚除千万发票中奖号码 为了减少纸本列印 财政部首推五十体电子发票 鼓励民众存发票 除了能对一般号码 还有专属的两千组两千元 以及价值六十万元轿车 和3C商品抽奖 大力宣传电子发票 但对奖方式 民众还是不沙沙 你知道怎么对电子发票吗 不晓得 是不是中奖 他会自动跟我讲 电子发票有没有中 只要拿着iCash或游泳卡 到iPhone等电子平台 按照指示操作就知道 不过这两千组两千元 必须包含英文和数字都一样 才算中奖 现在除了电子载具 用现金付款也可以存电子发票 增加中奖机会 现在用现金买东西 也可以拿到电子发票 只要上网申请手机条码 发票通通储存在里面 小燕附件又要存电子发票 可以上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 输入手机email 申请手机条码 列印后把条码 粘贴在随身物品上 结账时请电源刷一下 就能把发票存在里头 有中奖的话 简讯会自动通知 如果再加开汇款功能 登记银行账号 奖金还会直接汇到户头 推广五指花 财政部寄出各种方便 搞定电子发票不困难 小小动作增加财权也 逛领机会 中天新闻全家列明称台北 采访报导